不激情是任何个时刻 任何一个师尊喝一口茶 你忽然间讲说我明白了 那你就得到了吗 那么得到就送你进去精神医院 不是 是正常的得到就不用送进去 这个假的得到啊都会送进去的 这个不能老是说你明白什么 你明白什么 其实你有时候也不明白的 有的时候我到现在也是迷迷糊糊的 其实做一个迷糊的人 比做一个清楚的人好得多 太清楚这个世间的一切啊 有时候也不太好 那么我已经讲了密教层次的四个字种冠底 初冠都是谁 二冠红白花 三冠初冠顶 第四冠不积行事 以心应心的 密教有这样子的四冠 这是一层次分 一层一层这样子 四种层次这样子分的 这个只有真正的祖师跟上师才能明白的哦 不能随便这样子 我今天已经把这些秘密都讲给你们听了啦 你们也知道 也应该是能够议会的就能够议会 不可说的就不可说 你们的师尊是有传承的 在红教得到大圆满的法 在这个白教也是受这个五佛圆顶罐 就是十六师大宝法案罐顶 卡玛巴 他给我这个五佛圆顶罐 得到大索印法 最高的这个大法 那么在黄教 也是得到五佛圆顶罐 那么得到大威德金刚大法 那么在花教 撒迦正空喇嘛那里 我得到的是大圆圣会法 那么这个红黄白花 释教的大法 都在我的心中 我跟大家讲 我这种法 是用我自己的生命时间 跟金钱去换来 我认为那是无价之宝 是无价之宝 我讲过的 你们到纽约去 把摩天大罗这个 的所有钱 转给师尊 那么来求我给你灌顶 二灌三灌 四灌 教我 叫我把这个法传给你 我看你不是根器的话 我摩天大罗 我不要的 我这个法是成佛大法 是完全没有烦恼的法 是金刚不坏身的法 你总统让我做 你给我求这个法 我都不肯 他们烦恼很多 对不对 他们也不是永远当总统 他们还要换来换去 我这个法王是当一辈子的 说不定 我这个 他们的烦恼 像我这样子 能够清静 明白自己 了脱一切的 这一种大法 你说整个地球送给我 我都嫌那个地球是无废的 现在环境污染 你看 这个河川都受污染 这个森林都砍伐 那些自然生态都遭破坏 哪一个这个肮脏的 这个皮球就想跟我换这个大法 你一百个地球来给我换 我都不要 我就给你这个玩玻璃珠 都给你偷偷的 给你偷掉 佛陀为什么要舍弃 沙婆世界 要去开悟 要去证悟呢 他名位通通不要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至宝 你身心解脱都不要 你还抱住那个身心干什么 我们今天这个佛法 这个真佛秘法 是身心解脱的大法 不是叫你拥抱你的身心 不放 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子解脱大法 真的 我跟你讲 真的是无上上的超人 其他的全部都是笨手 都是垃圾 这个金钱啊 金钱啊 那个是垃圾 房地产是垃圾 土地啊 是垃圾 名位啊 是垃圾 通通是垃圾 都是最污秽 最卑鄙 最丑陋的东西 活头不要这个东西的 他要的是身心解脱 所以我们身心解脱的人啊 他的看法 他的想法 他的超然 都是一级棒的 都是一级棒的 那么有钱的人啊 是泥棒 是泥棒 虽然是垃圾 也给他当泥棒好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 他会应用 今天那个华公公都会讲 我不能老是骂这个钱 让他当泥棒好了 泥棒 因为钱有时候 你拿来应用到善的方面 也可以帮助人 也可以做菩提事业 这个白色长在这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讲你 其实 这个金钱啊 他在做菩提事业 这个在形象方面 是可以帮助人 只要用在善的方面 就变成白叶 白色的叶 那现在万法在我的心中 那么我是 是无上意识的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